是以计算器求下列各指数的近视值 取到小数点以下第三位 第一小题5的6次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计算机怎么操作 我们先按一下底数的5 好,那接着呢 再按一下这个次方 x的y次方这个次方的键 好,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再按次方的6次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数呢是15625 接着第二小题呢 是3的1.73次方 好,3的1.73次方 我们来看计算机是怎么按的 好,我们先按下底数的3 接着再按一下次方的这个键 好,按下去之后呢 再把次方1.73 好,输入之后再按等于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6.6899 好,那6.6899呢 我们要取到第三位 所以第四位我们来判断一下 它是四捨五入 所以我们要进位 而进位之后是9 所以就还要再进一位 所以就是6.690 再来第三小题的部分 好,第三小题的部分呢 是6的四分之一次方 好,那我们呢 就要先按下底数的6 好,那四分之一次方呢 我们就按shift 再按下次方键 好,我们在上面 它们有一个橘色的 写x的y分之一次方 好,所以我们按下次方键之后呢 我们直接按一下这个4 就变成是四分之一的次方 所以就是1.56508 好,那我们呢 把它写上来 1.5650 好,那这边呢 第四位四捨五入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是1.565 好,再来 第四小题呢 是7的三分之二次方 那我们呢 三分之二次方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先做这个二次方 再来做上三分之一次方 我们把它分成两段 好,所以我们来看计算机的操作 先按下底数的7 好,那平方呢 我们就按一下次方的键 好,次方 好,次方是几次 我们先按二次 好,做完二次之后呢 我们就要做三分之一次 所以就按shift 再按下次方键 好,那我们呢 接着只要按三分之一次方的这个3 好,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答案呢 是3.6593 好,第四位呢 判断一下四捨五入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3.659 再来第五小题 是5的三分之一次方 好,所以呢 我们就先按一下底数的5 好,那三分之一次方呢 我们就按shift 再按次方这个键 接着呢 再按三分之一的这个3 再来按等于 就可以得到呢 我们要的答案呢 是1.7099 好,第四位呢 四捨五入 所以就变成是1.710 可以那么ин 词ization